好 直播国民党立委徐晓星呢 前天在脸书上自爆说 最近她的住家附近呢 有非常多的人来骚扰来朝圣 甚至还让她妈妈气的是 直接开窗跟骚扰的人来对骂 而徐晓星在昨天下午也到警局来提告跟骚法 提告的是一名 就是曾经被她告过的粉砖的网友 叫做无良公关 那这个粉砖呢 现在已经改成了台北松信资深绿枝 不过这个粉砖呢 昨天就po文说 曾经徐晓星拍的骚扰的男生照片 并不是她 而且已经有另外一名网友跳出来 承认是她了 那那名网友是说 自己只是到台北来看房子 那直到徐晓星的妈妈打开窗户骂她 她才知道这是徐晓星的住家 而如今这个网红四叉猫也加入了战局 因为四叉猫就在脸书po文 说她已经申请了5月18号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的路权 那申请的地点呢 就是在巴德路四段的106巷 这边也就是徐晓星家的巷子里面 那四叉猫在脸书上也喊话 她说如果想要来徐晓星家朝圣的人呢 就可以选在18号这天 她申请入权的这一天 就不用担心要来朝圣 还会被警察来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